有些人每天起床就一定要喝上一杯咖啡 不然整天就如同喪失一杯 喝咖啡到底好嗎 喝太多會骨質出衝嗎 咖啡到底怎麼喝最有效呢 深度解析咖啡迷思 與提神攻略 哇 喝太多咖啡了 為什麼喝咖啡可以提神啊 它是腺肝 一種當身體感到疲憊時 會釋放的物質 它是咖啡因 一種化學結構跟腺肝很像的物質 當我們喝了咖啡之後 咖啡因會進入大腦 阻擋腺肝跟腺肝受體結合 讓大腦接收不到疲倦的訊息 疲倦 out 這也是為什麼喝了咖啡之後 精神會變好 像我現在一樣 嘿嘿嘿 但是當你已經感到疲倦不開的時候 才要去喝咖啡 就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腺肝早就上床睡覺去了 咖啡因在身體的代謝時間 因人而異 成年男子大約是五小時 女性是五到十小時 咖啡因只是暫時搶了腺肝的床 腺肝其實還是在床邊徘徊 並且不斷的累積 我還是要有點睡覺 或是你可以試試喝完咖啡再去睡喔 蛤 這樣會睡不著吧 不會 咖啡因在身體裡 大約要二十分鐘才會發揮效果 所以如果你在午睡前喝了一杯咖啡 然後再去午睡 休息的時候身體就會消除腺肝 醒來的時候又剛好是咖啡因 發揮效果的時間 哇 雙碗旗下 讓你活力充沛 一路工作到下班都不會勒 什麼時候喝咖啡提神效果最好呢 比較好的時間是早上九點半到十一點半 因為影響人體生理時中的壓力荷爾蒙 皮脂唇會在八九點時達到電風 皮脂唇會影響血糖高低 適當的濃度可以幫助我們保持清醒 因此在皮脂唇濃度要下滑時 及下一次血糖高峰來臨之前 喝咖啡的提神效果會最顯著 建議成年人 一天不要攝取超過四百毫克的咖啡因 過量的咖啡因可能造成心悸 煩躁 失眠等症狀 孕婦甚至可能造成胎兒體重過輕 至於咖啡會不會導致骨質疏鬆呢 有研究顯示 停經後的女性若是攝取過量的咖啡因 對骨質疏鬆可能會有影響 但此研究僅限於六十五到七十七歲的女性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啦 適量喝咖啡可以降低罹患前列腺炎 乳炎 老人痴呆症及糖尿病的機率喔 我還年輕 我還可以放心喝啦